哈喽 大家好 是电子小吴 又收到粉丝发过来用以学习维修的一块充电板 看一下描述 我是你的粉丝帮忙修一下充电器 不充电 忘出一个视频 好的 像这种板子呢 主要是以学习为主发过来修的啊 评论器下方就不要评论这个买一个新的便宜什么的了 买一个新的和 想知道这里的故障是两码事啊 买一个新的板是不会知道原来这个板子出现故障的原因在哪里啊 我们看一下口纸上 这个是输出跟一组12伏的电瓶充电的 输出电压来14.4伏 据说灯可以亮 就是不充电 我们直接上电看一下 好 确实电源上电 果然只是灯亮了 直接来测量夹子两端电压 电压为零 这时候是空在没有检测的电瓶 夹子处没有电压输出 我们来实测一下后级绿波电用两端电压 实测电压和标准子一样 14.4伏 正常稳定 好了 接下来先断电 我们先接入电瓶 再上电 有很多粉丝会问 冲这个电瓶后 冲电瓶测的时候 是先插电瓶这边还是先插220伏这边 肯定是先接电瓶这边啊 我们有些充电器上也有说明 你看 使用时请充电器输出电瓶夹子分别接到电瓶正负级上 然后再插上电源 此时即可进行充电 好了 已经结束电瓶 我们现在来没上电的情况 看一下电瓶的电压是12.98伏 接下来我们直接上电 果然啊 风扇也不转 然后呢 直指灯仍然是绿灯 实测输出电压还是12.98伏 我们测量一下控制输出的场向管 三级电压高电瓶已经开启 输出组绿波电容两端电压已被拉到电瓶电压 好了 先断电 接下来我们重点检查输出级的电管理芯片 输出有电压 接上电瓶之后呢 直指灯不转红灯 我们主要来检查一下有没有电流被这个芯片检测到 我们来看一下 型号用的是1G4318E 好的 经开路检测芯片外围的电阻都是正常的 好的 接下来我们直接使出绝章 在这个电流检测电阻两端直接加上一个电压 模拟电流输出信号 芯片的五角是电流检测输入引脚 我们直接给它加一个差不多70毫伏的电压 在芯片正常的情况下呢 可以触发它直接转模式啊 好 现在我们直接再次接入电源上电 可以看到 现在绿灯转为红灯 风扇运转啊 再次接入电瓶 直接上电 测量电流解测引脚转换的电压只有0.7毫伏 简单说这个是带不动负载的原因 空载输出又是正常的 证明前几部分基本正常 接下来我们换一下这颗主力波列容 25伏470微法 拆下列容实测还有370微法 主主低了100微法 直接换上一颗大一点容量的 好的 装回电容接上电瓶 再次上电 OK可以转灯了 证明现在的电流是可以触发它了 好了 接下来直接装好 我们代入电瓶 然后直接上电啊 可以成功转灯了 没问题啊 风扇也已经转起来了 实测电瓶两段裂压 没问题 好的 感谢大家收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